看看别人如何创业 还要给你创业的机会 生命太短 就是往前冲 有决心我觉得一定做得到 那我自己曾经做过一个统计 就是说房价通常会在 这些重大公共工程的 正式开车 正式开通的前三年 房价就会立刻 而且是立刻大涨 官方朋友你千万不要等到 看到新闻说要通车了 然后商店打折了 来不及了 你一定要等到 就是说你最好去掀卡位 我们再看一个区域的房产 首先来讲我们会先看线 完毕之后看面 就线的部分来讲 看的就是交通的洞线 就面的部分来讲 就是看它都市计划的整体发展 各位观众朋友 你有买屋梦吗 好宅如何选 购物有什么配包 锁定节目内容 今天通通告诉你 欢迎收看小资赚大钱 好 来上前看 拥有一个完美的家 真的是每个人的梦想 但是怎样才能够买到 很适合而且很理想的房子呢 真的是要懂得选择 才能够不后悔 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两位专家 跟我们好好来聊一聊 首先第一位是 二代赛建商的副总张立荣 张副总 主持人好 燕丽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第二位是我们都很熟悉的 财经专家燕丽姐 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首先我们要先请教一下燕丽姐 到底买房子 因为很多人其实都想买房子 不管是第一次买 还是说是换屋组 但是怎样要选择一个好的房子 有哪些买屋心法 对 特别是房价 从2003年的低点到现在 真正走了十年的多头 那我们看到很多市场上的专家 会跟我们说 房价是处于一个 相对高档的一个位置 不过坦白来讲就说 其实我还是觉得房子是相对于 有一个比较所谓 长线的抗通膨的一个题材 那这个时候如果说大家想要去买房子 不管你是首购或者是要换屋的话 其实是有一些所谓的一个不败心法 那我今天特别整理了一些 这样的一个条件来跟大家做分享 不败心法有五大因素 第一大因素就是说 你当然是要具备所谓的一个交通的优势 交通的题材 也就是说不管你是在所谓的一个 捷运县旁边附近或者是说呢 你有一些重大的公共工程建设 在这个正在发酵的话 其实这都会呢 对未来你要买的一个房子 具有长远加分的一个效果 那第二个也很重要 就是具备所谓的一个 重画区的一个题材 那事实上呢 像这几年很夯的一些重画区 包括新装复读星等等 我记得之前大家在07年的时候 我一个长辈他就跟我提到说 我要买新装复读星 女姐怎么样 我就跟她说赞拿 绝对没问题 结果呢 她那个时候买大概是 她是买预售屋 一瓶是不到20万 后来去年 赚死了 对 光是去年就有人出价 一瓶四几万跟她买 结果她说 哈 才四几万不卖 所以她一直放到现在 一翻倍了 对 也就是说 其实如果你有些重画区的题材的话 这个长线增值的效果 也是满值得期待 第三个很重要 有景观 环境好 也就是说 如果说你附近有公园 又有河岸 然后室野家的话 那当然对这个房地产的 对你要买的这个房子呢 未来长远来说 也是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 加分的效果 那第四个建材设备 这个我个人其实是蛮重视的 因为呢 如果说你的建材好的话 你房子可以住很久啊 那住了三十年四十年 都不成问题 那特别是如果有一些 比较好的一些这个建材的话 其实对于你将来要转手的话 这也是一个比较好的 转手机会是比较大 那第五个也非常重要 是出置这个名建商 意思就是说 因为其实建商很多 那很多的建案 很多建商几乎都是所谓的 一年建商 意思就是说 房子盖完了呢 它钱也收了 然后呢建商就倒了 就不见了 那后续买了房子之后 有任何的问题 要去找建商来处理 或者是有什么纠纷都很麻烦 所以找一些知名的建商 特别是一些上市商位公司的话 我觉得纠纷可以大大的建商 对 燕丽姐有特别提到 就是说其实有知名的建商 我们也比较可靠 所以这部分 我们就要请副总稍微跟我们聊 针对燕丽姐提到这些新法 我们一个一个来看 像交通优势的话 我们是不是其实会有哪一些 是特别我们会觉得 大家可以选择的一些点 其实就交通建设上面来讲 我们要从大中小这地方 开始看起 首先来讲的话 当然要先看最快的 就是说以高速公路 比如说我举 新装富途新这地方来看 它基本上来讲 它具有三高三快三捷运的一个 这样子一个交通建设 以三高来讲的话 就是说北一高 现在目前你们会问我说 哪三高啊 我们有就是国三高吗 不是高血压 不是高血压 对 我想到一样 是 那就是说北一高来讲 它有一个细五高 五阳高 它之所以都会在这个五谷 就是也就是新装这辆交流道 做聚集点的话 代表是什么 它那个地方有人口产业 有那样的一个需求点 所以说它具备的三高 那三快来讲的话 快速道路这地方 密集度比较高的地方来讲 代表是什么 它那个地方交通建设 以及都市计划来讲 也有它那样的一个需求系 是的 那三街来讲的话 就是说我们现在大众捷运来讲 已经非常的方便了 逐捷运而居 在以新装复读新而言来讲 它就是交通非常密 就是密筹的一个 就是一个区域 基本上来讲 我想这样子的一个交通建设的话 它就具备了这样的条件 因为刚才有特别提到 就是说像捷运沿线 或者机场捷运线 可是因为机场捷运 其实已经奖励正途 所以就业业姐来说 会不会觉得说 现在在切入会不会已经有点晚 其实我觉得只要是题材够好 而且确实是可以带来 所谓的人潮前潮 永远都不嫌晚 公共建设的题材发烧 其实我自己曾经做过一些统计 很有意思 不管是刚刚像副总讲到的 是这样子的一个高铁 或者是说捷运的 这些相关的一个案子 官方朋友 你千万不要等到 看到新闻说 要通车了 然后这个商店打折了 来不及了 你一定要等到 就是说你最好是先卡位 我自己曾经做过一个统计 就是说房价通常会在 这些重大公共工程的 正式开车 正式开通的前三年 房价就会立刻 三年就开始涨 而且是立刻大涨 那当然了 我们提到这个公共工程建设 其实现在还是有一些 新的题材 不过我们就最近 比较发烧的几个题材来讲的话 第一个 捷运三环三线 其实这个我个人满期待 因为我家就在 捷运旁边吗 我家就在三环三线的 两站的之间 往一站五分钟 往另外一站七分钟 所以我非常期待 三线赶快带好 它会把这个包括像是中和 三重 新链 整个整体都串联起来 三环三线一旦全部都建置好 我觉得相关的建案 其实都蛮有机会的 那从这个三环三线延伸出来 应该是说三环三线里头 最重要的一个指标案 就是机场捷运 因为这个机场捷运 一旦真的是开通的话 从机场到台北市 不塞车的话 天哪 只要15分钟就可以到 真的很快 真的非常非常快 15到20分钟 所以其实现在很多的台上 他们对于就是有 所谓的机场捷运线 这个这样的一些建案 他们会非常有兴趣 所以像副总刚刚提到的 新装复都心 我知道的实际的专画 就是很多台商 他们非常尬以这样子的 一个新装复都心 因为他们觉得 反正搭了捷运 然后机场捷运 15分钟 20分钟 还不用叫小黄 就直接到家了 怎么那么方便 那台65线快速道路 是今年年初以来的 一个重大的一个快速道路 它其实也是从土城 然后到五谷 其实如果你都不塞车 大概也是13到15分钟 所以为什么五谷 去年长好多图层 去年长好多 都是因为就是有公共建设的 这样的一个题材的一个价值 副总说 我们常常都会说什么 所谓的捷运宅 捷运宅 尤其是机场捷运 刚才艳丽姐提到的 就是说它未来还有 还有两年的时间 让大家赶快去抢 可是到底哪些 就是我们可以说是多近的距离 我们可以说它是机场捷运宅 其实就是刚才艳丽这辆所谈的 就是所有的公共建设之下来讲 有时候来得找公共来得巧 那就是所有的公共建设的 一个到位来讲 它其实事实上是必须要 整体的到位了 比如说刚才所讲的 就是三高三块三捷运来讲 三高来讲已经完完全的 完全通车 三块来讲也已经完完全通车了 在捷运的部分来讲 在2015年这辆全线的一个通车之下来讲 其实刚刚好就是合上了 就是新装复杜新的整体的一个发展 那整体的一个发展 包含到就是旁边的知识产业园区来讲 因为现在已经开始在交商了 然后包含到国际创新园区 包含到就中央合署办公大楼 包含到众多的一些公共建设来讲 因为它整体的到位 其实我想在整个都市计划来讲 它是必须要整体化的 就是它整体化来讲 它才会有整个 就是商业精能的一个完成 完整性 对 它整个完整来讲 包含到是产业 包含到是商业 包含到就是建筑的一个整体的落成 包含到交通建设的整体完备来讲 其实事实上 可能我们从私房地产来讲 比较有一定的时间来讲 我们再看一个区域的方法 首先来讲我们会先看线 完毕之后看面 就线的部分来讲 看的就是交通的洞穴 就面的部分来讲 就是看它都市计划的整体发展 那整个将它兜起来之后来讲 就会变成什么 它整个到位的一个时间点 而这到位的时间点来讲 就如同刚刚艳丽车所说的 就是说前三年 前五年 它就是一个非常好布局的一个时间 那怎么说呢 就是三年 五年来讲的话 就是说通常一个建筑的 一个新建的完工期来讲 大概都是在两年 所以说两年来讲的话 两年是一刚开始 但是其实事实上来讲 现在的消费者来讲 通常都是人家讲说 相信才会看见 而事实上来讲 现在是一定要看见才会相信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来讲 前两年的话其实事实上都是那叫竹梦期 那在这个竹梦期 两年盖好了之后来讲的话 原来真的有一回事了 然后完毕之后来讲 再过三年 再加三年的话 整体的都市景观 加上如果公共建设的一个到位来讲 基本上我想 那个时候来讲 整个房价我想就是不一样了 就新装来说其实 旧消费者或者是像可能没有办法 手头那么快便的人 会不会觉得说新装其实现在已经有点买不起了 会有这种感觉吗 当然就说其实台湾整体的房价 刚刚有提到从03年 涨到现在走了整整十年的一个多头 其实不要说新装会有人觉得买起来有压力 也有人觉得我们永和很贵 也有人说无穀很贵 无穀其实之前一瓶也不过十几万 那现在新建案有人开三四十万以上 难以想象了 对 那更不要说我们永和永和也是随随便便开价 我还不是说成交这样 开价听说有一个新建案是八十万 然后它的顶楼要卖一百万 那我在永和住那么多 你说在永和吗 永和啊 对啊 那我就说其实我在永和住那么多年 我还真没有想到永和有一天 可以占上一百万的一个成交价 就是其实现在资金是处于一个 比较泛滥的一个状况 所以其实对很多就是口袋很深 我认识一些企业家或者是台商朋友 他们会觉得买股票好像会套牢 然后买基金不知道会买什么 可能会被李专撇 那放银行钱越来越保税 还是买房地益最保值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其实我常会跟很多朋友做一个分享 就是说如果你买不起地包 我也买不起来 我可能只是买得起一间厕所 那没有关系 我们就从所谓的重画区去找一些 相对它的这个 不管是总家或者是单家 都没有那么贵的一些题材 我们可以来做揭露 好 我们来看这一年 特别是这一年 热门重画区有三个重画区 第一个叫做蛋三菱 根据最新的一个调查 就光是今年一整年 迁入到淡水的人口 大概就增加四千多人 这主要是什么 大家会觉得没关系 还买不起地包嘛 淡水也不错啦 有红树林啊 有捷运 到底现在最夯的重画区是哪里呢 而这些地区各有哪些优势 广告后马上回来 我们来看这一年 特别是这一年 热门重画区有三个重画区 第一个叫做淡三菱 这不是一个人的名字 也不叫淋三菱 淡水三峡林口 那其实根据最新的一个调查 就光是今年一整年 迁入到淡水的人口 大概就增加四千多人 这表示什么 大家会觉得没关系 还买不起地包嘛 淡水也不错啦 有红树林啊 有捷运 所以淡水 很按景观耶 对 淡三菱 其实最主要就是 相对来说 它们的平均的单价跟种价 都相对比较清明 比较可口 所以对一些小资族群 就我们观众朋友来说 就是要入手的话 大家会觉得经济压力 没有那么大 那第二个当然就是新装 因为其实新装的话题真的很多 那补充一下刚刚副总讲 因为其实新装就是 接下来会有我们的 这个中央联合的一个政府 它会进驻 那你进驻之后 一定会带来人潮嘛 人潮之后就会有前潮嘛 那再加上它有所谓的一个 电影的一个中心 那还有所谓的一个 产业知识的一个中心 所以其实我觉得新装的话题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 那现在呢 新装整个的 这样的一个规划 我们看到很多建商 都是积极强劲 有大瓶数的 有小瓶数的 然后有各种的一个风格 所以观众朋友可以根据你自己的一个 适合喜欢的一个品味跟风格来选择 那第三个热门的一个重画区就是 刚刚提到的五谷周子阳 周子阳这个块也蛮特别的 就是其实大家以前会觉得 周子阳跟新装一样 好像都是工厂很多 可是不要忘了抽小鸭 也有机会变成美女 好 所以像刚刚提到新装 也是话题很多 那周子阳呢 最近这几年就是 他们有个新的计划 就是绿地会变得非常非常多 然后甚至他们的绿地 他们的公园会超越 所谓的大安森林公园 听起来蛮不可思议 不过这就是他们现在要进行的 一些规划跟计划 所以现在房仲业者 对于周子阳的形容是小大致 当然就是房价 还是会有一大段的一个落差 不过有梦最美希望相随 所以其实热门的重画区 我觉得还是观众朋友 就可以做一些布局跟切入的 其中我们就是想到说 刚才运燕也一直提到 就是像换屋组或者是一些台商 或者是一些中小企业组 也许他们买房子的时候 他们的考量除了说 未来的一些增值的潜力之外 他们其实很重视房屋本身的品质 对 所以现在是不是建商 其实对于房屋本身的这个品质 他也会给非常的要求 因为得到一定的水准 推出去这个产品 让这个消费者觉得非常可口 是的 其实好像以我们 当初在推出二代宅的时候来讲话 就是我们是以 就是环境工生数位指挥 平台永续的 在经营一个照正一个区域 那基本上来讲在就是2010年 我们转战于就是说 就是新装复杜新的时候来讲 我们又开始在陆续推出了 就是三人建筑的一个二代宅 那其实事实上它就是一个 二代宅的一个升级版 那这个升级来讲 它包含到我们的三人建筑 那所谓有很多人问我说 什么叫三人建筑 就是包含到绿能 智能跟性能 那它必须要是获得到 就是内政部就是认证的 这样子有标章的一个建筑 然后这地方而成的 那就是所谓绿能来讲 当然它就一定要有很多的 储能 创能跟节能的 这样子的一个建材跟设备在里面 那比如说像风力发电 水 就是太阳能发电 那包含到雨水回收 包含到我们机器车 这地方都有电动机车 这样子的一个 就是设备在这里面 那这就是所谓在绿能的部分 它讲简单一点 就是说讲一些节能环保的 这件事情 那在智能的部分来讲 当然包含到数位升回 数位平台 你住进的这个社区来讲的话 包含到你生活大小事来讲 都有一个平台 一个数位平台 这样将你所有的打理 那我觉得还有一个 最厉害的一个HA的一个系统 像我们在家里面的话 有一个10寸这个面板 在这10寸面板来讲 包含到我们现在的 它只是防到 就是门禁的管控之外来讲 还包含到你的环境监测 就是说你透过这个系统里面的话 你可以感知你里面的 所有的温度 湿度 吸油吐 那试试去启动里面的空调除丝机 以及就是说热空气交换机 让你整个室内全面完全 就是维持在一个恒温的状态 而这样的一个系统来讲 其实我最喜欢它 最小贴心的是什么 我每天早上在赶上班的时候 然后它有一个呼叫电梯 对 要去设定吧 它其实它就是一个整个配套的功能 就是说你在出门的时候 你只要按它一下子 就是说你在穿鞋子的时候 你的电梯已经在那辆灯灯 好棒喔 关于这样的系统 其实真的很厉害 一姐我告诉你 没有错 等一下看我们下边一段影片 你就会知道到底它怎么操作的好不好 好 我们来看一下下边的影片 新版特区由于有则三帖共购 俨然已经成为新北市房屋单价的防守 而期待机场捷运通车之后的便利性 也让沿线的地价看涨 有越来越多人想成为新装人 开上中央合逐办公大 台湾电影文创中处 那我们这一区呢 比较靠近我们这一区的 它就是属于一个绿幅力比较高 豪宅商圈的去基地 机场捷运线 它当然20分钟可以直达桃圆机场 5分钟回到台北火车站 这条捷运线呢 在2015年的年底就要完工 那隔壁的环状线 台北环状线的部分 它在2016年年底也会完工 所以它享受的是 双捷运交汇的一个便利性 便利的交通 让舰商有信心推出 大坪数的豪宅建筑 锁定幻屋族 电脑数位管家 让你家犹如电影的场景 按一个键就能开灯 拉开窗帘 还能打开音响和电视 如果想出门 同样只要几个键 连电梯都能替你先叫好 比如说我今天要出门前 我把我的衣服 钥匙 钱包都拿好之后 我按一个外出的按钮 那我在巡视家里的时候 再出去 电梯已经来了 我可以节省掉 这样等电梯不必要的时间 出门前先看看 今天的天气如何 而在外面 也能够监控家里的情况 就像一个电脑管家 不但能控制室内的空调和除湿 更连水电都能整合 透过未来的一个机制 我可以知道家里面 用了多少水 用了多少电 那我当然就相对可以做到 节能环保的概念 那当然也是安全的一个概念 比如说如果突然异常用电 异常用水 它会发出警报 那我可以保护家里面的一些设备 我可以透过服务平台 了解到社区的状况 了解到各户家里面的状况 那户对户之间还可以做沟通 可以做留言 可以做沟通 那是一个云端平台的概念 那甚至呢 我直接在这平台上面 我可以报修 我家里面有设备坏掉了 我直接在面板上 就可以直接操作 所以它是一个 已经整合到云端的概念 的一个指挥者 林绝章妈妈有什么事情要八卦 直接留言在信箱中 还能够守望相助 科技数位智慧 让生活更轻松 也拉近了邻居间的感情 多了人味 怎么样 蛮厉害的燕丽姐 超心动超喜欢的 光是那个呼叫电梯 我现在每天在等电梯 其实就等蛮久时间 而且其实很高的楼 你要等很久 对 而且还有就是因为 我知道说 就是二代宅的一些设计 包括所谓的全热交换器 那我自己现在住的房子 也是有装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非常非常的好 那它就是说 可以把一些新鲜的空气 跟你室内的空气 做一些交换 通常会有这样的一个 等级配备 所以几乎都是豪宅的等级 所以真的是很推荐大家 就是说我们当要选择房子的时候 你要多去看一下 它的建材设备 是不是能够跟上 最新的一个时代的一个潮流 我其实自己到现场去 印象最深刻的是 那个按一下之后 比如说你可以设定 你是回家的一个装置 就是所有的灯会打开 然后窗帘就帮你打开 然后你要外出的时候 再按一个键 然后所有的窗帘又关起来 然后灯又关掉 就觉得好像 那店里面的大饭店那种场景 那种就觉得很尊贵的感觉 所以有没有什么样的普通 你觉得像这样的中央智慧系统 可以帮助住家 可以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个功能 所以其实事实上来讲 像所有的一个智慧型的一个设备 来讲就是让我们生活 变得更加的简单 更加的聪明 那其实事实上来讲 以我 以我来讲 我觉得我事实上 在测试这件事情来讲 就是说我都会以我会不会用 来 就是它的简单操作 它的简单操作 它就是一个touch 然后就是说 你马上就可以开起来 然后一个touch 这地方呢 就马上这地方可以关起来 而且它所有的系统来讲 都让你非常的人形化 最重要就是操作者要很方便 要不然可能有些 其实有时候 是不是根本就是外用去操作 你要去看中文 他可能也不太会 就教他怎么用的好 就很简单 非常简单 其实事实上只要就是说 你大概会用iPhone 就会用这个 这所有的设备了 你没有提到就是 像水电控制的部分 其实那也很重要 对 它 这个系统来讲 我觉得它非常好的 它可以监控你所有的人员 还包含到 用电用水的一个使用量 我觉得是非常好 如果发现有什么异常 可以马上的去 而且它其实它的那个 互相的这个是报秀之外 除了跟管委会 它还可以邻居跟邻居之间留意 互相 我觉得这也蛮好玩 就是你有八卦什么事情 隔壁的张妈妈 我帮你留言一下 然后你回家就会看到了 不用通过外部的系统 其实就是室内的堆长的部分 那其实像刚才 副总我特别提到 就是建材的部分 还像这个智慧宅的部分 其实很多人更重视是第一眼的印象 他可能觉得这个房子 看起来的质感怎么样 对他来说很重要 所以我们其实是不是也会 特别比如说像这个中庭 也会去特别精心的去打造一个 比较有质感的一个空间 我们一个案子来讲 就会有一个案子的一个故事 包含我们在看到这个水晶吊针来讲 它就采用这个三美神的 春之礼赞的一个故事在这里面 一个有质感的好宅室内设计 会包含什么样的元素在里面呢 稍后会来专家告诉你 哈囉 欢迎收看佳琳APP 现在智慧型手机或者是平板电脑 对大家来说是越来越重要了 因为很多重要的事情 都会直接记录在上面 不过不论是用形式里 备忘录或者是记事本 其实都是直接输入在APP的程式里头 有的时候没有设定好 忘了提醒可能根本就忘记了 而为了要解决这个困扰 今天佳琳就要介绍一款 MEMO变条纸的程式 让这些重要的事项呢 可以简单的就直接显示在桌面上 趕快来看看吧 首先呢 这个点进去程式打开以后 就先选择一个你最喜欢的 便条纸啦 之后再点进去 然后按照上面的指示 点选这个箭头符号 再选择加入主画面 而接下来呢 就需要你输入一段文字 就像是一般APP图样下面的 软体名称一样 那好了之后呢 按下新增 这桌面上 立刻就会多一张新的便条纸啦 只要再点进去这张便条纸 就可以直接输入 你想要提醒自己的讯息 而且也可以按旁边的这个齿纹 改变便条纸的颜色 或者呢 是蚊子的颜色也可以做改变 还有像是字型 行具统统都可以做调整 提供给强是要用便条纸提醒自己的朋友 想用平板电脑也可以很方便啦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中庭啦 中庭啦 也会去特别精心的去打造一个 比较有质感的一个空间 在这个空间里面呢 从我们的一个外观的建筑来讲 我们会设定一个故事 比如说我们一个案子来讲 就会有一个案子的一个故事 比如说刚才我们所看到的那个的话 就是三美神的故事 那这三美神来讲 包含我们在看到的水晶吊针来讲 它就采用这三美神的 春之礼赞的一个故事在这里面 包含到喜悦光辉 跟就是繁盛的一个故事 那它也有着中国人的 就是天地人这样的概念 它从上面这样看起来来讲 是山 那从左看过去 右看过去来讲都是山 在这整个概念来讲 从建筑到整个 就是包含到中庭 我们有三个庭院 三个厅 然后包含到我们所有的 里面的一个家徽来讲 我们全部通通都是有 整体的一个与会 那这件事情来讲 讲的就是我们的品味了 或者说一般人去看房子 他可能光看样品屋的时候 他就开始想像 为后房子就长这个样子 对 所以整个感觉跟印象是非常重要的 你自己如果去看房子 会觉得说要是特别注意的时候 就是样品屋上面那个橙色吗 样品屋的橙色当然都是会很美 那不过就是因为我自己的经验是 就是有一些建商他们会做一套做一套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 不是就是跟大家分享 就是其实我们还是要挑一些 比较知名的建商 或者是有上市上位的建商 其实他们在这个做样品屋 做完之后呢 真的盖房子 其实就是不会让大家觉得 有相当大的一个差距 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说 其实还有一个方式就是 你直接买食品屋 我觉得对我自己来讲就是 如果说你是要做投资的话 那可能预售屋的时候你就先买 那没叉嘛先卡位 你只要做一个投资 然后几年之后做一个便携 可是如果你是要自住的话 我会比较建议大家就是 如果你就是比较不知道自己 到底的需求是什么 或者是你也觉得说 等房子盖好之后再看 那也是另外一种 可以选择的一个方式 所以就是会鼓励大家 多看多听多比较 那另外其实在买食品屋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有几个事项 是大家要特别留意的 那第一个就是说 你要看你的建材啊设备 是不是跟建商宣传 还有特别是广告的内容 是一模一样的 像今年年初发生一个 蛮有趣的一个案例 就是一个大学教授 他也是买了是所谓的一个 食品屋就是新陈屋 后来发现奇怪 明明建商跟我说要送 送我六台大金的冷气机 到最后换成台湾国产品牌 所以他就很不爽 你就很高兴 就他高兴了吗 他高兴了 然后建商也要陪他六台 真的是大金的冷气机 以及精神赔偿费 好 所以这个部分 其实大家可以做一些留意 那第二个要注意的就是说 这个瓶数是不是会缩水 因为有些建商 他可能会偷你一些瓶数 一般人可能看不懂 但是没有关系 就是你可以找一些 看得懂这个图的啊 或者是对这方面 比较有专心研究的一些 专业人士来 请他们帮你就是看一些相关的图 或者是打听一些相关的一个消息 然后最重要是格局 就是说买食品屋的时候 其实你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这个格局 到底是不是符合你的需求 因为每个人的需求都不一样 那如果不喜欢怎么办 不喜欢的话呢 就要就是想办法跟建商杀家 跟他说你这个格局我不喜欢啊 那是不是可以稍微调整一下 或者是说有些建商会说 那你喜欢几楼 反正我的食品 我的样品屋是在几楼 那我再想办法看看是不是能够 帮你做一些更动和调整 然后第四个 其实这也很重要 因为呢 很多这个食品屋 很多新成物 它可能三天前五天前 它才成交 那最新的一个价格也还没揭露 十加登录还没揭露 所以如果你有 有利的人士可以来帮你打听 最新的成交价格的话 特别是跟银行来打听 因为银行呢 他们要贷款 所以银行它会有一些 比较真实的数据 成交的数据 那如果可以打听到的话 来帮助你的议价的筹码跟空间 这也是一种方式 最后就是要留意贷款是不是顺利 其实我曾经碰到一些朋友 他们都觉得 哇 好棒 看了食品屋 好喜欢 超喜欢 超尬译的 然后呢 后来发现贷款下不来 因为就是呢 可能银行会觉得说 你过去的还款能力不是那么好 或者是呢 你的工作稳定性不是那么够 所以就是贷款的部分 还是要多多留意 免得看了那么多房子 最后没有买到它 很可惜 真的 而且其实食品屋真的有好处 就不会像样品屋一样 因为你知道你看到的就是未来 你会拥有的 对 那刚才其实副总也有提到 就是说 现在也会跟一些比较知名的一些 一些可能是比较有历史的一些品牌 来做合作 来提升我们整个屋子的质感 我们来看一看 就是说像副总提到这些品牌 它们到底呈现出来的感觉 是什么样一个食品屋的感觉 试验有成的企业家或者专业人士 重视的居住空间除了宽敞 更追求质感 有业者就花重金和Waterford 首席设计师 Billy Kennings合作 这个水晶灯重550公斤 是由11288颗水晶手工打造而成 也是亚洲最大的水晶灯 配合两旁的雕像 让大厅犹如希腊博物馆 又有欧洲皇室的华丽氛围 吸引认同这种成熟品味的消费者 90平起跳的大平树空间 采用亚历山卓集团代理的 白宫御用家具Centry系列 这是美国五星期饭店 总统套房的标准配备 不论是维多利亚峰 法式或者是英国古典 细致的雕花和顶级做工 传承欧洲皇室的制作工艺 也衬托屋主的地位 不然说你目前我们刚刚看到 一个森森木屁 不然说它的一个特殊的 一些雕塑所做出来的 仿古的家具 然后加上他们经典的沙发的 八方首首这一个系列 其实都会衬托出这个 繁殖的价值性 比起冰冷线条的现代极简峰 这类的古典风格和顶级家具 更吸引某些顶层消费者的青睐 营造的是温馨的居家暖度 连残桌上的瓷器和玻璃器皿 也都追求顶级 我们使用的餐盘 都是英国还有爱尔兰的品牌 所以威猪的瓷器 跟Waterfall的一个水晶杯 来衬托出这样的一个 典氧的气氛 那相较之下其实 刚刚您提到说品牌合作 它其实是一个品牌跟品牌 会互相加分的一个概念 对 希望说吸引到 喜爱这些品牌的消费者 会来选择你们的建案 对 对 像现在我们最近您说 有一个散物的人潮 看到我们这样的精品家具 食品屋 它可以想像到 跟它现在的住家 其实是非常没同 因为我们这样的品牌的客户 它其实家里面 或者说它的一个别馆 也都是使用这样的一个精品家具 所以这样子 刚好是可以称托出 它的一个身份地位 全套顶配的食品屋 让看屋民众一边看房子 就能想像自己 像王子公主般 住在其中的尊容舒适 也省下了装潢的时间心力 成了诱人的吸引力 副总 现在大部分的人 我们会特别喜欢用食品屋 来吸引消费者的原因是什么 是这样的 因为就如同 严利泽亮刚刚讲的话 就是它的真实性的话 会比较高 那我们这一次做了八间的 精品家具食品屋 因为我想 建筑这地方的话 它 就是说 它虽然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但是设计 居家设计的话 它是最贴近我们人们的 一个贴生品 所以其实 在一个良好的一个 就是设计 居家设计来讲 还要有那个精品家具 这所谓的精品家具来讲 并不是说它贵 它就是好 而是说 它这样子一个家具的一个 材质来讲的话 是日久倪新 而且它可以 经得起百年的一个 就是说考验的 可以传家的家具 是的 它可以传家传世的一个 这种的家具 那因为我们实际 这个地方接触了之后来讲 当然就有非常深 包含到 它们的涂料来讲 都要有25到25次的一个工序 那我在想就是说 我们刚刚也有谈到了很多的 就是我们对于设计的一个喜好度 因为我想每一个人都不太一样 对 那基本上如果我们 因为我们有八间 所以我们就会 在整个设计风格上面的话 包含到古典 新古典 然后现代都会 然后包含到 设计师的一个选择的搭配上面 包含居家的一个控制上面 包含居家的一个控制上面 我们都非常的在意 还有最主要的 就是它最主要的一个重点 就是说我们包含到整个 每一个空间的一个收纳减合 比如说我们一个大四房的 一个收纳减合来讲 它都必须要达到2000项 各位的家中 是不是都有相同收纳物品的困扰呢 到底今年咱们副总说的 收纳重点2000项 包含了哪些 待会儿告诉你 居家的一个控制上面 我们都非常的在意 还有最主要的 就是它最主要的一个重点 就是说我们包含到整个 每一个空间的一个收纳减合 比如说我们一个大四房的 一个收纳减合来讲 它都必须要达到2000项 就是说我们想到的 包含到你连冬季的一个收纳 的家电 然后包含到你衣服鞋子 然后包含到之类等等的 我们通通都要做一个 很缜密的一个思考 包含到就是说像有一些食品屋 你进去的时候才会发现到 有一些书籍的一个摆放 或者是说好像是包含到 就是说行李箱 不晓得摆在什么地方 包含过季的一些衣服 衣服要摆在什么地方 不知道要怎么样摆放 所以在这些检视来讲 我觉得我们都通通都会去考量 那包含到刚才就是艳丽症 所谈到所有的细项 这尺寸的一个统一包含到 现在就很简单 就是在食品屋的一个设立来讲 全部通通都是就依照现况 所以你可以很实际的去感受到 你未来交在你手上 你的污框是如何 我想这就是我们很用心 在整个食品屋打造 最主要的一个重点 而且我到现场去 其实也非常印象深刻 是他们的细节处理的 比如说像是衣物间 摆的那个衣服跟那个鞋子 就会让你觉得说 他连摆的东西摆出来 都是很有质感的 都会觉得你是很细心的 在打造每一个空间 尤其刚才副总提到 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收纳 也许很多的房子 我们外表看起来很漂亮 可是真的住进去的时候 那又是另外一回事 对 所以我们在看非常重要 对不对 我们要知道说至少哪些东西 我们藏起来不要给人家 看的要藏在哪里 收纳的检合 其实要看起来来讲 就是外面的都非常的整形 所以说我们比如说 这八间来讲 每一间都有 每一间的一个收纳的标准 那我们会提供一个检视表 那这个检视表来讲 它就是告诉你 这一间的十平物 我是做了什么样主人的设定 它是大概它的包含到 它这个主人 它的轮廓是怎么样 它大概会收纳多少的衣物 所以你们其实针对购买者 本身的个性 已经先做一些 我们都已经思考一次了 对 大概比如说100平的 100平的 然后包含到80平 70平的 每一个都不太一样 所以因为您刚才 刚才所看到的 比如说以这一间来讲 它就是一个法式古典 对 我感觉法式 是的 它就是非常的优雅的 对 感觉是女性的 女主人做的 是的 另外那个比较 就是说 那个比较温暖的 那个就是英国设政 所以说来讲 就是一边的话 我们那个时候是 刚好那食品屋是左右两间 对 所以说一边的话是英式的 一边是法式的 所以它两边的对照起来 那在对面来讲的话 又有一间是比较美式的 所以它 我们每一间的食品屋的话 都有每一间食品屋的风格 然后包含到每一间的一个 收纳的检盒 那基本上来讲 其实现在目前都想得 非常的贴心 你几乎是拿着一支牙刷的话 就进去就可以住了 真的 什么都不用准备 直接把衣服打进去 副总有什么样的结论 可以提供给大家 我想就是说 我们在做任何的规划来讲 都还是以人为本 那在以人为本来讲 他就是说 我们都会设定 就是说我们的客户 他大概是什么样子的客户 那他会有什么样子的需求性 那我们尽量的话 去满足我们所有的消费者 因为其实以旧居住的 一个空间而言来讲 我想可能我们的经验值 应该会就是说 多于我们的 现在目前很多的 我们的客户 所以我们提供 所有的我们的客户的集结的 所有的经验值这个地方 那提供它是最完整 未来最好的一个居住品质 所以说我想 这所有的一切的用心来讲 都还是以人为本 我们以客为尊 将我们的所有的客户 这样摆在第一位 所以就是燕丽姐说 我们就是要找有幸运的 建商 其实是真的非常重要的 因为毕竟它是一个品质 一个品牌的保证 那我们也非常高兴 今天的副总 毕业姐来我们的节目当中 希望大家呢 经过我们这些的讨论 跟建议中 真的可以选到心目中的好债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跟着特派员的脚步 我们这一次要带您 两天金门玩透透 骑上脚踏车 第一站先来寻找风师爷 风师爷是金门的吉祥物 可以避邪和保护居民 小小的金门就有超过100吨的石狮象 而且这里的人表达感谢的方式 真的很可爱 一般认为狮子是凶猛的动物 所以当地的居民 会把像这样子甜的糖果 放进风师爷的嘴里 好让它尽好保护村落的责任 除了放糖果之外 它们还会为辛苦的风师爷 披上披风 像这一只亚它的外号 就叫做圆头风师爷 什么是叫圆头 圆导 就是非常雄壮威武的一个意思 除了最恩导 当然还有最大 最小 最像小叮当 还有脸上长了最多痘痘 不是啦 是脸上有北斗七星的风师爷 这些历史悠久的守护神 已经成为来到金门 不能不看的特色景点 而找完风师爷 刚快来找美食补充体力 今天要介绍给大家的是 只有在金门才吃得到的水果大餐 别以为水果只能当饭后点心 这家餐厅里的每一道菜 都是用水果当主角 这个布丁造型的水果塔 把甜桃和梨子等五种水果 融入马铃薯泥 吃了绝对开胃 这一道是凤梨樱花虾炒饭 把带三的凤梨夹进炒饭里 瞬间让台式炒饭多了一分夏威夷风情 白色的凤梨 然后有那个酸气在 所以它会有那种解腻的功能 哈密瓜挖空后里头装的是 超新鲜的虾子和菇类 还有满满的沁 而小朋友最喜欢的苹果 当然不能少 腿排上淋的是苹果酱 这个看起来像是薯条的 竟然也是苹果 我本来以为是薯条 没想要吃下去是苹果 就还蛮…对 算是一个惊喜吧 这家餐厅还有一个特色 就是没有菜单 要吃什么都是看到菜了才知道 老板说希望能让大家吃得 又精又喜又健康 像现在开始就是柚子的 像我明天开始搭 就会推出柚子的 柚子炒虾松那一些 还有百香果 就是随着季节在改变 来到金门住的地方 也要很讲究才行 踏进珠山聚落 这一座座的敏诗古厕 让人感觉就像 掉进了另一个时空 层层相叠的燕尾马背 是敏诗古厕的招牌标记 而另一个最大的招牌 大概就是浓浓的人行味吧 其实大概会问说 你们家多大 我们家多大 那可能说 大家回答的那个方式 不是平 就是说我们家的酒疗有话 酒疗就是这个石头的那个长度 那你的长度越宽 代表您家的房子一定越大 坐在堂椅上仰望天井 白天有云和小鸟 晚上还能看星星月亮 而休息够了 我们再前往下一站 走到这边 我已经开始闻得到火的味道了 登登 这边就是这家民宿老板娘 特地推荐的金门烤蛋卷 来到模范节 一定要看看金门人 最爱的手工蛋卷 您瞧瞧 老板熟练的帆东莫饼 老板娘则在一旁 俐落的把刚烤熟的面皮卷起 趁热吃最美味 吃起来就很香 就是很厉害 就是很传统的吃 不过眼尖的您 有没有发现 老板可是徒手 就将羞烫烫的饼给 撕下来 烫喔 很烫喔 烫 那你怎么还是面不改色 那很快就不燙了 那我有办法拿起来吗 你拿拿看看 那我也给我拿看看 我想拿拿看 等一下老板我要拿了 太厉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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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蕉之下 老板真是太淡定了 但是这些秘诀 您怎么不早说啊 瞧我拿到手都变红了啦 太厉害了 而吃完烤蛋卷 如果没有吃到蚵爹 真的别说你来过金门 这家在贞结牌坊下的蚵爹 祖穿三代 用的是道地的金门海科 因为它现在是季节关系 刚刚我在交饭的时候 交替的时候 所以现在是这个是新的科 这是新的科 就是新幼儿的科 我们讲的是讲到新幼儿 那真的就比较是 差不多十七八岁的时候 而且里头的馅料 混合了多种不同的蔬菜 像是高丽菜 葱 还有胡萝卜 不只让蚵爹的口感更清爽 就连不敢吃韭菜的朋友 也能大口享受 外酥内软 重点金门的科 跟那个台湾的科 不一样 金门的科是十科 然后吃起来就非常有嚼劲 然后里面包的高丽菜 还有一些配料 都搭配得很好 再搭配店家独特的酱料 真的吃一口 再想继续接着吃一颗 真的是吃过的每一个人都说赞 而晚上睡个好觉 早上可千万不能赖床 因为金门的早餐也是重头戏 如果你以为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是 金门广东粥 那您只猜对了一半 我们要带您吃的同样是粥 叫做吉地饮食粥 打开锅盖 浓浓的香气扑鼻而来 用卤肉汤汁为底的咸粥 再加上碎肉和芹菜 这碗最最道地的古葬味 不管吃几年都不嫌腻 吃啊 吃几年了 吃很多年了 不知道几年了 而不管是什么粥 在金门都一定要配油条一起吃 这根金黄色的油条 有着面包香气和甜甜圈的扎实嚼劲 和台湾炸的酥脆的油条完全不一样 吃完早点 我们推荐您走一趟吴州陶逸 在这里处处可以见到诗像的陶逸作品 而您更可以找一个安静的角落 画一只属于自己的幸运风师爷 最后等到夕阳西下来到吴江西口 欣赏落日美景 为两天一夜的金门行画下句点 很多人不了解历史人文的金门 只因为金门占地的形象太清晰 如果您跟着特派员的脚步 也看到金门鲜为人知的那一面 下一次来到这儿 别忘了抛开您的刻板印象 写下一页属于你一个人的 金门小旅行日记